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阿碧灰仔与戏荣三人互为朋友 灰仔为了帮助阿碧筹集婚礼宴席费用 遭到废墙一伙抢劫,虽然最后未被废墙得逞 但其头部遭到重击受伤 婚礼后,灰仔因为被误会打架 受伤而被父母唾弃赶出家门 而后阿碧决定与灰仔伙同戏荣一同找废墙报仇 结果误杀废墙犯下杀人罪行而潜逃至越南 在越南时碰到香港驻场歌手甄秀卿 以及当地的中法混血杀手阿乐 五人在逃离南越的过程中 甄秀卿死亡阿碧灰仔与戏荣被越共抓住 而后在美军的救援行动中三人分散开来 为了找到戏荣而中枪的灰仔不停喊痛 害怕被越共发现的戏荣不惜向好友灰仔头部开枪 只为了保住一箱抢来的黄金 而后灰仔因为不堪忍受头部 遗留子弹的痛苦而开始吸毒 毒资亦来自于做杀手的薪酬 在阿乐的帮助下阿碧找到灰仔 但灰仔此时亦不是原来的灰仔 即使通过手术取出子弹亦会成为植物人 最后阿碧忍痛向他的心脏开枪 从而结束他不堪忍受的痛苦 而后阿碧独自回港 并找到靠纳一箱黄金成为老板的戏荣报酬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将搞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